妖嶼啊 我問你喔 你是把我關手錄 頭上有蛋包收到收到 還是在頭上把車拿到的時候 匆匆開車會通靈啊 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唉唷 稍等耶啦 我從小的時候就聽人說啊 就是把車拿到 還是坐著不靈機走下來 沒死的人 都會開天靈感 會通靈耶 等一下 我都沒聽過 唉唷 稍等耶 那這樣我問你啦 今天六合彩的特別尾號是幾盒啊 三八七喔 這我怎麼會知道喔 你怎麼會不會啦 沒有啦 我是說三八七 小雜喔 開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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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開了耶 什麼人怕開了啦 大尾喔 真的開三八七耶 什麼人啊 妳怎麼會這樣啊 自己都沒辦法啊 請問 這裡當時頭用館 不行 這是我們的師父 通路前面 我聽人說 這裡有幾年 這個地方我找很貴 小地方 希望你不能起床 來這裡幾年就是晚了 但是 這裡 對啊 李秀桃看到屋內簡陋的陳設 不免對土龍真人的名氣 產生懷疑 在黃麗梅的解釋下 李秀桃這才知道 土龍真人不喜歡排場 崇尚簡附 所以才會讓人有 家徒四壁的感覺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 有先則靈 一般來說 我們想起的人 吃東西跟大地方都很簡單 不用太適合 對啦 人家說既然有三分類 這是太誇張 請問一下 你有什麼事情 想要清洗我們的精靈 你現在還要問一下 我想要問 我和我老公 做會這麼久 有什麼無法的有心 人家說好歪歪 歪歪都會甜 走歪歪也會生 嗯 請問一下 正靈的意思 是在你們的電視能領域裡面 檢視點 檢視點 我沒有想到 那是歐的 歐先生 一听到自己无法生育 是因为业障的关系 李秀桃马上请求吴长寿 帮他做法消除业障 好尽早完成传宗接代的心愿 听到李秀桃的请托 吴长寿随手拿起一道符 点火放进面前的香炉里 怎么会这样 李秀桃 你根本就没求让青年说话了 因为你还没结婚 因为你旁边的人不是在乡室 是在乡室对不对 原本李秀桃对传闻中 土龙真人的道行还有存疑 但是在亲眼看见吴长寿师的法术之后 认定他真的是深藏不漏的得道高人 加上吴长寿一语道破他的计谋 李秀桃当场惊愣地说不出话来 为了更进一步取得李秀桃的幸福 吴长寿决定再使出一招看家本领 于是他又拿出了一个透明的空玻璃杯 放到李秀桃的面前 并且教给他一根汤匙 来咯 李秀桃 李爱本一年给你习惯 这些人阿婆的女人是优秀他们的 生命现在要收起了 同一会公司才罗 李秀桃怕吐龙真人上阙之后 说服不了众仙友们 一时情急之下说出了 决定不计任何代价 请吐龙真人在仙友们面前多美言几句 好替自己消灾解恶 吴长寿和黄丽梅一听到李秀桃 运出重金之后 吴长寿随即闭上双眼 后中念念有词 一旁的黄丽梅也卖力地跳起机来 像是真的在与神明沟通般 李秀桃交集地等待着 宴鹤过后黄丽梅终于开口 我讲的 神明沟通东西 已出色彩的茶宇 是 你今晚要想要祝福一百年 代替妙人说得过指情 还将神乃小组岩枪 哦 我要买 我要买 神明沟通ANG 传说吴长寿具有通天的能力 这件事情就要从他出狱的那天说起 你夭壽啊 又要找我了 哎呀啦 这回真的变夭壽了 你是谁啦 睡醒醒没睡在哪里弄着 我是莉玫啊 莉玫 莉玫又是谁啦 咱看我实在 哎呀啦 哪里弄这代代人尊都说 这阿公都要变白痴是怎么做啦 白痴 我看你才是白痴的啦 你又是谁 你 莉玫 你来啊 刚才不是谁把我弄到 不是走到他了 我不知道咧 我来的时候就看你坐在头上了 好 你没事吧 没事啦 对啦 我们回去吧 明天去带带 我们回去吧 好 快坐车 好 好 看到无常兽恢复了正常 莉玫放心了 两个人随即上车准备离开 接下来夜连串发生的事 竟然让他意想不到 你的眼神大了 怪我太久了 还不记得 嘿嘿 嘿 这一眼睛 好你看这个 我来看的 好看呢 对啊 我来看的对了 是哪个鞋呀 你是不是头部搬起劲 头部带来说 带来先姿兜 玉玉无常兽能够一眼看穿 黃麗梅底褲的特異功能 黃麗梅只當她是一時的巧合蒙對的 而沒有把她放在心上 可是緊接著 當黃麗梅準備要發動車子時 突然無常受的動作 讓黃麗梅百思不得其解 黃麗梅欣想 難道是無常受關在牢裡 沒事學達摩面壁 練成了預測的神力 還是剛剛無常受被她的車一撞 打開了天靈帶而開天眼呢 妖叔 我問你 你是替我關手久 頭髮有蛋白洗頭洗頭 還是你頭髮 把車撞到的時候 就算兇兇開車的通靈 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唉唷 稍等耶啦 我從小的時候就聽人家說啊 就是把火車撞到 還是坐在某人家走下來 不死的人都會開天靈帶的通靈 等一下 我都沒聽過 唉唷 稍等耶啦 如果這樣我問你啦 今天六合菜的特別美好是幾盒啊 三八七啊 這我怎麼知道啊 你怎麼會不會啦 沒有啦 我是說三八七 稍等啊 三八七 三八七 唉 稍等耶啦 重獲自由的無常受 一早就為了生計問題 忙著翻閱報紙 正在仔細尋找 可能被聘用的工作時 耳邊傳來了黃麗梅 驚叫連連的聲音 開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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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開了耶 什麼不怕開了啦 太危了喔 真的快三八七耶 小妹妹啊 你買多少啊 一家都沒買啊 都沒買啊 都沒買 我很開心 我還想你找多少的笑 唉唷 快啊 快要怎麼知道啦 你找到之後啊 不是一直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喔 孫啦 我現在已經去穿便便了 來 跟我來 快 走 走啊 走啊 原來 腦筋一向動得快的黃麗梅 在發現無常獸有特異功能後 馬上聯想到就地開館 做起無本 而且是萬利的事業 不知是真靈還是走好運 在兩人有心經營下 知名度很快就打響了